短效的降压药 它一方面就是着用比较快 在体内释放也比较快 它的效果也比较快 但是它的持续时间 它就着用时间比较短 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 这种一个高峰降得过急了一点 那么那个时候血压就低了 但是以后血压又要反弹 因为这个药效过了之后就要反弹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 选择短效的降压药有相当大的弊端 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 最好是选择长效一点 中长效的药 然后根据患者情况 这种具体的选择 要尽可能的减少短效的自己 来作为长期的这种控制性药物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